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PAC British America Tobacco 这个是我双肩论股里面的一位 Join Member 所问的股 如果你也想向我问股的话呢 你可以Join这个Channel Member 去我的这个Channel里面 按这个Join Button就可以了 只是需要请我喝杯咖啡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技术图 很显然呢,它正在下跌 它才是没有能力突破这个200天均线 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边 这个20天的均线已经是往下去了 而且现在股价已经是跌破60天均线 基本上都是不漂亮 也不漂亮 正在这个,呃,筹码峰来讲呢 它的这个Lange这边咯 它现在正往下跌 这个支撑呢,肯定就是这个了 这个是多少钱? 这个是12块 12块是它的支撑 也是它这个筹码峰的最低 这个最低的价钱 这个是支撑线来的 呃,个人认为呢 因为它这边K线呢 很多都是有这个 比较长的这个下影线 有几根都是这样子了 这边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它应该有一些支撑吧 应该会有一些支撑 也就是说我估计呢 它这个,我之前画的这个12块呢 应该是可以守住跌不破 但是你要想它 跌不破的话 但是它也是应该会在这边叮叮咚咚咯 它有一段时间也是很难去突破这个 60天均线 也就是大概是12块半 所以我估计它应该会在12块到12块半 12块半之间的盘整 呃,然后呢 在等待一个方向 突破 往上冲呢是往下跌啊 这个不知道,这个等它出现的时候才知道 OK 嗯,呀,12块到12块半 我觉得是超会暂时在这边去盘整吧 OK,这个就是我个人对这个 PAC的一些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如果你喜欢的话 就把我去share,把我去like 或者是说你要请我喝咖啡的话 就按这个joy button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